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 多謝課金 但我還沒看到 我等它錄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讀的 這是第三節 第三節就講回香港 就說外國人來香港 外國人來香港 這是幾天前的新聞 其實這個新聞 我媽媽也有跟我說 我媽媽是不看新聞的人 但因為她的朋友很關心 因為我媽媽身邊的朋友 都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很多都有請工人在家幫助 所以在我媽媽的圈子裡 這個就是她們剛剛那個星期探討的話題 就是講這個 印用零收費 是零收印用的費 是啊 我相信剛剛那個市主 在香港也會有請工人 我也覺得 她那些這麼輕鬆的生活的人 怎麼會不請那個工人 是啊 現在可能對大家有影響 就說原來之前是印尼 印尼那個國家落實了 就是這個印用零收費措施 這樣 就說原來印用來香港工作 要付五千元行政費和招聘費 是他們的招聘費 其實原來就說 其實一直都 就是我看一些印用講 就是有些報道講一些印用講 因為其實都會有一些 其實都會收得給 就是中介很多時候都會 收得給它 應該要給那個價錢更多的 但是這個錢就會變了 現在就說轉嫁到這個消費者那裡 是啊 這樣就說 印尼就落實了 就是不可以去收一些印用錢 這樣 其實我也覺得很合理 我不知道原來都會收他們這麼多錢 是啊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原來 你請那個人回 就是 如果我是一個印用 然後我要找工 我不知道原來我首先要 給一份整個月糧的錢 才可以來上班 我知道 請工人 他是要給一份錢 類似是轉解費的 就是要給一份 然後工人也要給一份錢 只不過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我記得是整個月糧這麼多的 我記得就是一個月糧 這樣 因為當年家裡也有請工人 他們是要給錢的 這樣 現在呢 印尼當局 要求他們 這樣 在香港在內的海外僱主 就要給這個 招聘費用 這樣 現在呢 就說 透過中介聘請引用 就需要花費2萬元 這樣 就是總之要給多5千元 我覺得你原本已經給了一萬多元 請那個奴隸回來 你給多幾千元 我就覺得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給啊 但是在僱主界裡面 又就很不滿 還有這個勞福局局長都很不滿 對於這件事 嗯 勞福局局長不是應該關注老公多點 只是關注管地勞工 也不關注外地勞工 因為這個什麼零收費的安排呢 有些地方是豁免的 就是例如在台灣和新加坡 是曾經被叫停過 就是在那個豁免那個 例如台灣還是在那個豁免的國家 就是總之他們 其實不是只是針對你去做外傭的 總之他們就是印尼的人 要離開印尼去做工的時候 然後做其他有十個海外工作類別 就是他們離開他的國家去做海外的工作的話 其實都會有這個招聘費用 只不過現在那個招聘費用 原本由那個印尼傭工去負擔的這個費用 就會不收過傭工的錢 就變成收僱主錢 嗯 是的 然後 孫玉霞 然後他就說 明明人家都不用收 就是台灣那些僱主都不用給到那些錢 為什麼我們要啊 我們應該一視同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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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還行嗎 是啊 是呀 那既然別人不想他的傭工給 那就不用了 對不對呢 那你不能說 要干涉別人的內政嘛 沒可能的嘛 哈哈哈 誇張 劳卜卜卜出了个Facebook帖 他不是直接来 他说他约见了柬埔寨和孟加拉的驻香港总领事 他说见到他们就着开拓外傭来源地交换意见 说得好像别人的矿场 然后就说我们很欢迎你们国家的国民来从事外傭的工作 很欢迎你们过来做一个廉价老公 我们会继续探讨可行措施 促进更多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外傭 然后他说现在香港大部分的姐姐都是来自菲律宾和印尼 小部分来自印度、泰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和柬埔寨等地方 劳工处一直跟这些国家的总领事馆保持密切联系 和外傭提供适切的协助 他说致力维持香港作为吸引外傭工作的地方 配合本地家庭的需求 香港是世界上少数为外傭提供与本地劳工 重等法定保障的地方 这么好? 每周休息日 你每个星期居然有一天休息 我想任何一个地方 做工人的话 都有一个星期休息休息 你还有有新法定假日 有新年假 实际津贴 长期服务金和衍赚费等 可能长期服务金和衍赚费比较少些 有些地方 除此以外 政府订定的标准雇佣合约为外傭提供额外福利 包括规定最低工资 哈哈哈 历史千多元? 及免费医疗 哇 最低工资 你的最低工资 真的吸引了 每个月 不知道是什么4,700 还是4,800 是啊 4,000多元 都未到达到5,000元 哈哈哈 哇 真的 除了云一天也有够多少钱 哇 还不爽死啊 是啊 免费住宿 免费医疗 等等 这个还要是额外福利 原来这么好的? 哇 莫非其他地方的人 是可以不用出粮的? 哈哈哈 是啊 莫非其他地方的人 是不用出粮 不需要住 不需要食物都不需要的 哈哈哈 跟着他说 我再次重申 任何国家输出外傭的安排 就是 你们印尼啊 这样 如果有任何变动 都不应该增加香港雇主的负担 或者影响外傭来说 就业的机会 的 完 哈哈哈 哈哈哈 他最后就是 尾尾一队啊 印尼一下 怎么搞错啊 神经病 要我们给了5,000元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样 说真的 就是 香港 作为一个可以聘奴隶的地方 就是聘奴隶的地方 就是聘奴隶的地方 就是很便宜 我真的不够胆 就是 几千元 然后还够胆 还这样说 就是他现在 基本上就是跟你说 你现在很厉害吗 我就去另一个地方 开发一下外傭 哦 是啊 我就在这些地方 可以聘奴隶 其实这个新闻出之前 前两个月 很多讲外劳的地方 那些 讲外劳的时候 其实已经 有讨论过 说 不如请大陆的人 来做家庭用工 那样 但是很多图 但是很多图是那些 年轻美女 是啊 然后 我作为一个门 我就不会请那些 姐姐回来我家 勾引我老公 哈哈哈 还有想说 大陆那些 那些姐姐 就是现在没有那些 妈姐这样聘奴的了 嗯 就是现在那些 就是 你是要 去到 是 在给一万块 那样找那些叫做 英诗 来到去 照顾小朋友 那些 那些你请不起的 那些我可能 你还给了钱 不是 你整批东西 我请 就算现在要给多那五千元 都是给多那五千元 而且就算 因为其实现在香港 其实我都已经说了几年了 就是说 你现在要请到一个 叫做好的 这些 这样的 外地 用工 其实是很难的 那些雇主 如果要找工人的话 是直接去那些 神祖楼 去中介地方 我排队 等那些 别人 懸弱那些工人 又或者 我都说过 以前上班的时候 我的同事 是真的好像 trade球员 那样 trade工人 你那个懸弱没有 你是不是不请 你不请我 我排队 我排队 你那个工人 你那个工人好像很好 又或者他会不会 有些身边有没有 都是有好的 好的 其他这些同乡朋友 可以请 因为 如果很多 因为很多时候 你就随便 请 一个新来的 很多时候 可能很多东西都不懂 然后又或者 一些东西都很 就是他的工作 不上升 这样 那就是很大的 risque 所以就很多时候 那些雇主就很难 然后就会 用一些高价 去叫人家 那些 那些用工的工人 那些工人 工人姐姐 那样的 然后现在就在那里 可能现在这样 会搞到 在 他们 因为很 预料 例如 那些已经在做那些 那样的 因为现在你叫做 好像那个 成本昂贵了 你要请一个新的工人 我的成本昂贵了 但是因为现在 已经在做那些 就不受这个新规定的影响 因为他已经来了香港 然后就觉得他们 会抢高至 可能6千元 过月 那其实现在 很多时候 其实因为我听过以前的同事说 很多都是 都是6千多元的 就是他们想 抢到别人 那些工人 你都要有一个 比较好的 offer 去 才去 比较 都要 那些同事 很多时候 都是给了6千多元的 给他们的工人 姐姐 那样 所以其实 你说 抢高至每个月 6千元 你当他奴隸 那样 所以你请奴隸 你也是 比起法定 多还给1千元的人工 又或者 你one off 你请个人来的时候 你本來是一萬多元 現在要給二萬元 那都是差幾千元而已 你請個奴隸回來就怎樣 你都是當奴隸用的 而且我覺得本來要工人給這麼多錢才可以上班 這件事本身就很不合理 你覺得好像騙案那件事 你明白嗎? 我相信當地一定有很多這些騙案 你給五千元 你就可以去到那裡做工人 肯定有很多這些騙案的 肯定有很多這些騙案的 這些鄉下的地方 你不會覺得那裡不是黑社會橫行 還有就算來到香港的中介公司 有些已經來到香港的那些都在說 其實雖然說有很多很多這些所謂保障他們的措施 但是其實他們沒有 你要來外國工作來香港工作 他們沒有選擇是要給那些 中介說要給幾千就給幾錢 接著就有那些濫收費 然後那些違規 接著就算顧都沒有用 你顧到他一次罰了他的錢 他下次 他困到下一個人 逼到下一個人給錢的話 他已經遮蓋了罰款的錢了 所以 他們是受壓榨的一群來的嘛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香港的僱主 你給那一份錢其實很合理 是不是 如果你連那份錢都給不出的話 你不要請工人 你這麼窮 你憑什麼請工人 窮人就不要請工人 我理解不了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 一定要的嗎 工人 你這麼窮的時候 有時候我明白 可能你要照顧小朋友 或者照顧老人家 如果你要照顧小朋友 照顧老人家 那幾千元你是要給的 無論如何 例如照顧小朋友 你的代表可能是扔去託兒所 那些這樣 那你都是要給的那些錢 或者老人家 難道你扔去老人院 那你更加給得再大份一點 那些錢 是啊 更加貴 那些錢 是啊 所以我不知吵什麼 哈哈 純粹覺得錢太貴了 我都不用給的 我媽媽不是在說 她的朋友在罵這件事 然後我說 你請個奴隸回來 你給多幾千元而已 是啊 就覺得很合理 你又不是對她好 很多香港人都很吸引 總之你對著那些越窮的人 那些人是越來越壓榨她的 是啊 是啊 他就會有這樣的傾向 那樣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爭培出來 那現在就 原來就覺得 他給多幾千元虧了 那但是 那不要給啊 不要給啊 給了我就不請了 這樣 是不是 是啊 那所以 那我就不請了 是啊 那然後又有另一些報導 我看到 說 你香港那些工人的住屋環境 就是昨天都是整個幕都是的 這樣就會是那個 他們那個住屋環境 那你知道香港的地方小的了 然後呢 有人又發明了那些工人櫃 這樣 他還不是房子 明明有個規定 是有規定 要給他一個房子住的嘛 那 他的名字幫他改 他幫他改的名字叫做房子 就是要有分隔 假如你說要有一個可以住屋 他有私階 有分隔的地方 你會假設那個是一間房子 就是你要有一個獨立的住屋環境 提供給外傭 是啊 你會假設那個只有一間房子 是啊 有些人是會那個工人和那個小朋友一起住 是 是 理理上是不行的 是啊 然後昨天就出了這個 嘩 我們看一張圖 我真的覺得這個設計真的很優秀 應該事主應該自己也住一下嘛 是 我們看看這個狀況 up up 這個是香港的家屍廠分享 他有個設計 他在這個小紅書上面 分享一個為香港家庭設計的 就是菲蓉姐姐休息房 只需港幣一萬元就可以解決這個 菲蓉姐姐的住屋問題 還爆案狀雲 是啊 你看看 他寫了一個尺寸 我都覺得這個很實用 很適合香港人住 應該未來香港人 大家都住這些房子 這樣 剛剛有一張床這麼寬 哇 上面的床 下面就是櫃 那個工人姐姐還有怎麼擺東西 多好啊 是啊 你說要分隔嘛 我們現在分隔了 你有 privacy 在那個櫃裡面 是啊 寫了一個床位 床位拉一個簾 你也沒有這麼不通風 哈哈哈哈 而且有一個櫃門 你真的 說真的 整個爆炸 那個感覺完全就是 你我想起 有一個 傳奇級的寶寶 叮噹 是 他就是住一個櫃裡面 叮噹就是住衣櫃 叮噹還沒有櫃桶給他擺東西 他只有床的 這麼高 他用那個櫃桶 還用大蠔的櫃桶 叮噹還要開他那個榻榻 他都沒有床 他沒有床褥給他睡 是啊 沒錯啊 你想想 叮噹做棚 哪有地方放他自己的東西 對嗎 哈哈 叮噹也是工人 是啊 貴桶也是用大蠔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慘啊 他都沒有一個獨立的分隔 住宿的環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然後說這個 他的標準 他的那個尺寸 就是一個標準單人床的尺寸 就是 寬 最大約寬到為90cm 然後 然後 他那個上面有數字的 哦 長呢 就是194.5 哦 就是195cm長 然後寬呢 就是68.5cm寬 哈哈 就是單人床 啊 嘩 嘩 就是單人床 是不是 然後高度就95 嘩 就是兩尺床 嘩 兩尺床很難睡的 嘩 至少不會擔心他撈下床的問題 是啊 嘩 有沒有一集呢 還有一個通氣位 挺好啊 你可以在裡面呢 伸個頭 在他那個小小的長方形那裡 望到外面 啊 哈哈哈 哦 是 我最欣賞就是 他的冷氣機不吹進去 那東西厲害 是啊 你不要洩冷氣給那個工人 是不是 我就是把那個冷氣機 你撞在你那個小屋子外面 是不是想跟他說 欸工人習慣的 他們來的都是來 從熱帶地方來的 這樣 哈哈哈哈 剛剛好 他在頂上有一條小褲子 這樣咯 是啊 還有門上有一條小褲子 嘩 你在那個位置 你想放風扇都放不到了 神經病 難道放進去櫃裡面嗎 沒有啊 嘩 嘩 跟著懶靚的樣子 哇 真的是整個棺材 這樣 嘩 比這個工人習慣 你知道嗎 我以前呢 第一次飛長途機的時候 睡那個工人習慣呢 因為又是很窄 跟著又是很矮 跟著又是很矮 跟著我在那層機那裡 我第一次睡那個工人習慣 然後我哭了 哈哈 好像睡在那個工人習慣 但是我的工人 那個工人都沒有這樣 兩邊是長這樣 至少一邊是簾來的 我撥開了 我還有空間 是啊 是啊 很吸引的 真的 哇 這個叫做文青空的房間 這個就是下面的櫃 哇 多實用啊 那櫃是不是給他用的 很難說 很難說 哈哈 可能是啊 那櫃就扔掉了 那樣子 那樣子有點懶惰的 你看你那個櫃很阻擋 哈哈哈哈 他就叫你 你將來走的時候再買一個 那樣子 那樣子 是不是懶惰你給錢 當然不是啊 啊 我會 哇 我會真的發電 好啦 下一張照片 這個就是他的櫃 下面的櫃 多用盡這個空間 這個就是他睡那個洞 啊 能升風啊 我說 究竟坐不坐都起床啊 可能坐都起床 但是跪都跪不到 嗯 不起小小可以的 矮小小 你要專門請一個 特別小的工人 讓他 fit into 這個洞裡面 哈哈哈哈 不過你應該什麼 起床落床都幾困難 你轉不到身的嘛 是啊 你要反轉 是啊 這堂梯呢 因為它是一條直接 是一條垂直的梯來的 你一定是要反另一邊 用屁股那邊 那邊向外滾出去的 你要是sit up這樣起來 你sit up這樣起來完 但是你要反轉 你下直的 直身那些梯 你是要背部向後這樣下的嘛 是啊 如果你是向前這樣下的話 那些直身梯 你踩不到先 首先那個梯 嘩 是啊 然後他要 就是下床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轉身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轉 這個 在這個這麼狹窄的環境那裡 我真的要很小顆 是啊 那個工人 真的是 專門請一個特別小顆的工人 超到爆炸 所以我覺得 香港人的創意 不能夠小 是啊 在這個狀況之下 然後你還跟我說 那五千塊你也想省 我真誇張 是啊 這個 因為他這個是 你不要說不會有人這樣做 因為這個就是 已經是做了出來 這個不是設計圖來的 這個 你看到那個 是在房子裡做了出來的 這個已經 他不是純粹 一個 示意告訴你 設計是怎麼樣 他這個是實物來的 因為我最初 所以我也是在網上看到那個 當時人很誇張的 這樣 上網開心分享的 所以這個是 實物來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是真的做了出來的 是啊 是真的超沒有人性 就是他是去到 因為他在 小紅書的開心分享 然後是連那些 內地網民都在那裡 吵架他 都像是 沒有人性 是不是這麼窄 就是說 68點幾cm 起碼給他80cm 是吧 就是說 他說 打地鋪都好 那樣睡棺材 那樣 就好像 將他塞進櫃裡面 那樣 是啊 但是 原來是有香港人的網民 是覺得沒什麼 就是 大陸網民 都覺得 因為其實大陸地鋪是比較大的 是啊 你想想 你請大陸那些姐姐下來 你叫他睡這些 神經病嗎 他馬上走 他 首先 他家裡已經可能大過你家裡 先 雖然我工人的家裡也大過我家裡 那也是 我工人有田有地 有請農夫回來幫他檢驗 是啊 但是 就是 這樣的狀況 但是 我覺得香港人 很瘋的 香港人的奴隸主 的評論 就說 覺得在香港的飛龍來說 已經算好了 起碼有自己私隱的地方 那麼好 他也不用睡桌底 是啊 還有不用睡廁所 訂 或者之前我們看過 有一個是睡在魚缸的底 那裡 然後又說 很多人根本 預留不到一間房子給姐姐 其實真的不可以怪人家 起碼有一張床有私人空間 已經很難得 不可以怪人家 不要請 我覺得根本不記得 不應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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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超無人性 我覺得 香港 的人 都是 是啊 但是很多這些人 所以我覺得 算了 我應該把請外融的收費大幅提升 嗯 去到你 要很有錢才能請 那就OK 而且我覺得他的人工都應該要提升 人工提升 是應該的 看看他們做不做到 不過我覺得在香港比較難 但是 其實 因為他們都滿足 就是因為你的需求 支付問題 他們 就是對於那個人工 他們已經 就是對於他的國家已經很多錢 所以都挺難過 給他多些人工 但是我覺得 那個 無論如何 我覺得應該他們來香港 他們真的應該一元 中介應該一元 都不用他們給 我覺得全數應該是僱主給的 是啊 有什麼理由不是僱主給 神經病 我在香港怎麼會有 那份工我要給錢才可以開工呢 如果要給錢才開工呢 全部都是騙案來的 是啊 是啊 聖光說有份信工給你 我們就做這個外融拆單員這樣 不會的 外融拆單員 哈哈 是不是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做法應該是大幅提升 那個 僱主聘請人的 那個 首次 那個費用 這樣 這樣就能夠 這麼改善他們的生活 我覺得請工人 簡直應該好像要領養貓 那樣要加房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一個 合適的環境 給一個工人住 你才可以請 哈哈哈哈哈哈 你當他是窗網 真的有一個窗網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 這樣 他不是貓 不用窗網 但是我覺得要有 我覺得做一個家房 看看你家裡 是不是真的可以放到工人 要看一下究竟工人放在哪裏 然後這些費用 應該全部都是僱主負擔的 嗯 是的 沒錯 沒錯 就是這樣 那麼我們今天就去到這裏 休息一會